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主播刘春 依旧是在流洋河畔 向你问好 今晚和你分享的文字 来自于小茶叶读 好好爱自己 过你喜欢的生活 今天看到一句话说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上帝会让你付出代价 而最后这个完整的自己 就是上帝还给你的利息 长大以后发现 每个人对于理想生活的定义 都是不同的 我们见过不同的山河水 遇到了不一样的人 经历了各自的事 时光把我们打磨成 与这世上任何人都不同的存在 那我们每个人想要的生活 当然不会是同一本 大众成功学书籍上的标准答案 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离职了 好不容易解脱 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他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因为之前一起共事的几个人 都在给他传达一个信息 这份工作不该辞 朋友说 他理解 大家劝他留下的理由 却无奈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 他离开的原因 高薪水是很诱人 可是熬坏了身体 还有挽回的机会吗 在大家眼里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 可是大家觉得好的 自己就必须喜欢吗 大家眼中理想的生活 也必须是我要追求的生活吗 不是的 在不牵涉原则和底线的问题上 只要没有伤害他人利益 来换取自己利益 那你的选择 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评判 是非对错 闲言碎语很可怕 因为说的人多了 你就容易怀疑是自己错了 但是那些话并不值得畏惧 因为别人没有走过你的路 也不会为你分担什么 生活永远是冷暖自知 你只需坚定自己的选择 并为你的选择做出努力 承担风险 很喜欢蔡康永在书里写的这段话 从来不会跑出一只路 说自己是专家 告诉所有的路 一天要吃几片树叶 几点钟吃什么树叶最合适 每片树叶要嚼几下 才是最健康的吃树叶的方式 才能活得最久 可是我们人类会很高兴 有专家来告诉我们 每天几点吃什么 走几步 睡多久 虽然99%的时候 我们都做不到 可是我们喜欢 有人告诉我们范本 这样我们才有效仿的目标 久而久之 我们也就相信 范本真的存在 相信有人真的能活成 范本的模样 根本没有商量过 输赢标准 我们就煞有其事地接受了 人生竟然可以被分为 输家和赢家 深以为然 试想如果有一天 所有人都活成了 范本里的模样 拥有同一种完美伴侣 或者完全一样的理想生活 在时光的洪流里 分不清谁是别人 谁是真的自己 那这个世界 岂止是无趣啊 如果所有人都想当冠军 那就不会再有冠军 如果所有人都喜欢 站在舞台上演出 那观众席将无人鼓掌 再好的演出 也没人欣赏 在人生这座飓风上 风顶有风顶的磅礴 山腰有山腰的壮阔 累了可以歇一会儿 攒足了劲儿 又可以继续往前走 每一处有每一处的风景 每一步有每一步的意义 万事无绝对 很多事没有对错 只有不同 所以无需急切地去分辨黑与白 或者争论对和错 只有战场才是非胜即败 生活里一万个人 有一万种平定规则 始终觉得 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 我们的内心 会变得越来越包容 包容的意思是 可以不认同 但会尝试理解 理解别人 和我们的想法不一致 尊重他人的选择 成全别人的愿望 放下自我的执念 古话说 求人得人 求义得义 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舍弃的东西 自然也不一样 只要无愧于心 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你只管好好爱自己 过你想要的生活 其他的都交给时间 好了 今天的文字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梦 感谢送坑